上星期去完北非 利比亞今次回到日本 看看日本的局勢 介紹兩位朋友 兩位都是中大師弟 陳家洛教授 歐樂軒同學 日本政治給我兩個印象 第一位是貪污 經常說那個貪污 這個貪污 貪污然後走人 第二位是娃娃殺手 經常出娃娃殺手去打倒老政客 打倒老政客 美女賜客 究竟是否這樣 日本的政局勢樂軒為何找他上來 因為他曾經在日本遊學 留學 不要說遊學遊玩而已 留學一年 都是遊學的 都是遊學 不遊是怎樣熟悉地道的生活 遊學好 遊運就難不及 有一年 你對日本的政局 較上次發言之前 你又說說 上個禮拜 李比亞的時候 其實就說了 有些民主的國家 究竟是否沒有強人的時候 那個形勢比較弱 其實我們看日本一直發展下來 自從他有民主政制 即二戰之後 其實這麼多的首相 其實他是很在乎 那個人的執政能力高不高 譬如說 你看到那些小傳順一郎 一出來 你看到那些白頭髮 披在後面 很厲害 很帥 這些人 他出來後 有很多政策 很有自己的一套執政能力 很有個人魅力 其實這些人反而沒有得碰日本的政治 但相反其實很大多數的時間 很多首相 其實都很容易因為他自己 個人的一個本身的能力問題 而導致整個制度 很容易導致他們很難長時間 每個人能力當然有限 你找一個完美的人的困難 大家包容一下 一個政黨當中包容一下 讓他做回三四年 你不要做一年又要換別人 逼供逼走他 輪流上 好像是替捕機制 一年一個首相 他真的是替捕機制 你想一下近幾年 尤其我們見到 雖然我們在說 日本一直都是自民黨 一黨獨大 但是自從政權交替之後 很多人都以為 日本終於可以脫離以前那些 你剛剛所說的又貪污 手上又好像多多醜聞 但誰知都是逃不出問題 就是其實原來他們很需要 用很多手段來拿一些認受性回來 但誰知其實 一些小小的一些醜聞 或者是一些他做得不好的事 其實就已經令到他整個政權 人民對他失去信心 那些醜聞是哪裡來的 大家幫忙掩蓋 大家是政黨來的 幫忙掩蓋 不要爆出去 你免得政黨說 你下次怎樣選 你這一屆換四五個 等於替捕機制說 那個會辭職 這個不會出現的 竟然在日本出現 那將來怎樣選 別人選擇過另一個政黨 如果我講得不足的 可以教授補充 其實我又覺得 某程度上 都是慢慢積下來的問題 好像其實你一個制度 你出現了 初初少少少問題 其實可能最初都沒甚麼 但你慢慢滾得大了之後 你走得久了之後 你就開始問題慢慢惡化 比如說這麼多年來 為甚麼你會有印象 就是日本的政治都很貪腐 是嗎 當然其實也是關乎他本身 多意識單表製 本身又要下方分肥 那些要分一些利益 後援會等問題來導致 但其實你本身是一個國民 你本身對於政治有種上場 就是你本來可能都覺得 政制或者政治沒甚麼問題 但你見到 你一個手上又貪污 你第二個官又貪污 你慢慢就對政治失去信心 你失去信心之後 你就 你投甚麼票 不要投票 一群都是老狐狸 每個人都走過去 去跟過目忌丁 去跟別人吃壽司 算了 你覺得誇大 我看日本政治 這件事我認識不算很深入 就是遊學都未試過 不要說做甚麼遊魂 都沒有機會 遊魂試過吧 遊魂試過吧 遊魂都去開會多 都沒有怎樣認識 老實說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第一 現在的日本政治文化跟戰後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戰後始終是百費待舉 民族的凝聚力 始終是戰敗國 有很多事需要團結一起做 亦都是因為這樣 開啟了黃金的稅月 但過程中 當然有美國在後面支援 有一些財閥的興起 而這個財閥的興起 和政治環境 特別是自民黨之間的關係 就是千絲萬留 所以你獲得獻金 很多政策的回報 即是kickback 這些政策互相之間來騰兩瓜瓜能騰 你說現在叫官商勾結都不為果 但當時的狀態 大家都可以容忍到 事實上大家都覺得 經濟是起飛 餅大了 而很多的社會民生政策 似乎是較為貼近日本人的文化 就是較為公道一些 較為平等一些 所以即使是這十多二十年 經濟滑落也好 日本始終在所謂先進的經濟體系裡面 是一個比較講求公平的社會 所以就可以忍到這麼久 或是包容到這群烏運的政治人這麼久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你玩人是用你 但在政策上 就能保障到國民 或者保障到民族的生存 另外日本除了政圈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我想你也應該知道 就是那個民官體系 公務員的系統是很強的 就是那群人就覺得自己是精英 等於很多地方就覺得 我們政治人 政黨那些之前 精英得一本 其實都讀得書很厲害 有國際視野 有管治能力的 其實都是留下一個民官體系裡面 結果就是什麼呢 你上面怎麼轉呢 你不是跑馬仔 車輪轉 但是政策 不論外交 或者國防 特別是經濟工業政策 都是由一群民官 而他們是有經驗 亦都有一種持續性 去把持住 所以這一點對於國民而言 或者對於日本整個經濟體系 或者社會系統而言 是一個穩定的基石 所以現在日本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外面 有很多東西玩 很過癮 但是始終在結構下 還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 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多了日本現在的情況 你說自民黨 以往一黨獨大的時候 其實裡面也很多派系 那個選舉制度很有關係 真的你在選區裡面 怎樣可以 拉攏到 巴結到一些人 令你繼續聯選 然後成為一個派系的分子 然後由下而上 慢慢升上 成為派系的領袖 而派系之間 一個黨裡面 其實派系之間有很多交球 譬如你做一個內閣 自民黨 或者現在的民主黨 都有很多派系 所以大家分柄 你做外相 你做厚生省 你做農業 你做能源 派系之間有很多差球 所以這次可能手上屬於這個派系 下次就換一換 渣渣裝 好像打牌一樣 就輪到下一個派系的頭 然後就做那個手上 這個對於日本政治來說 也是一個常態 即是變幻 其實也是永恆 在日本政治來說 對於我們香港人 那麼喜歡穩定 那麼喜歡和諧 就覺得很大件事 整個人令到我們不解釋 情緒不安 會不會令到經濟會 換一換手上去侵襲呢 我又不會覺得這個 我們應該叫做替補機制 即是沒有用我們這個密特鏡 去硬套了日本的制度 其實是國會制 即是議會民主席都可以給執政團隊 不論是一個黨去執政 或者是幾個黨加上聯合政府 在任期完之前都有些調教 那麼這類的彈性 在議會民主席來說 是可以接受 甚至乎被視為一個優點 但是那個手上退了下來 他依然都在黨裏面 現在黨裏面有五個手上 在他一起開會 是啊 現在民主黨已經有幾個 即是日本民主黨 其實已經有奸籍人 又有溝山游己夫 即是剛剛上台又有野田佳燕 即是幾個已經有三個手上 但其實你不要說 現在民主黨執政 其實都已經是一兩年之前的事 你想想那個變化其實可以很快 但你不應該很正面 我只有維亞而言 是我們的懷習慣 我們的DNA 一生不能從而苦 即是你就是前前的 即是退黨 我就是現朝的 我受不了你 我現在下來了就很不開心 或者你上了位之後就成王敗購 但如果從一個民主的文明去看 可以的 挺好的 即是多元 是吧 可以包容 可以前朝的和今朝之間有個合作 或者有一個互補不足 何來而不為 你從累積經驗來講 你從累積政績來講 你從告訴別人 這個組織裏面可以有不同的黨派 但依然可以求同存義 是吧 是否可以用平常心的角度去看 如果用你的平常心的角度去看 會否反射過來香港 香港原來未能夠做到求同存義 大家互相包容成為兩個政黨互相 譬如單單看泛民已經說 都四五個了 會不會被人說香港的政治還未成熟 你這班泛民都還未政治成熟 未能夠互相包容 只想每一個黨派都一個大哥 政府政治囚用全都是囚用一班人而已 我想這個大氣候也是這樣 所謂敵我矛盾意識太強 又或者親疏有別 這個政府自己做出來 或者其實你可以想想 這個政府或建制派本身是 圓著權力核心就是北大陸 這是不重要的 不要說他們 說自己 但你說自己 你說自己 你不想合斷中環 不想合斷 我覺得其實民主運動應該是多元 而且越來越多元化 光譜闊了不是一件壞事 我始終覺得由以往的 1989年之後那種比較單元的 一種的形態 到現在是比較多邊的 或者很多元化的 其實這個是要學的 有些學得快些 有些學得沒那麼快 我想是這樣 因為譬如我自己研究歐洲 27個國家27個民族 都可以一起搞歐盟 不要介意 雖然今天應該是說 日本 他們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個論述 就是Unity and Diversity 或者反過來 Diversity and Unity 多元化 但同時間可以合作 合作不是一定要攬頭攬頸 可以是有些策略性合作 因為利益上的合作 但前提就是 大家不要搞到一鑊粥 走光樣 我自己看了問題 教授和歐洲 因為香港 現在你怎樣贏 那些人都沒有政權 沒有辦法玩 自己意思是 你合拼來做甚麼 合拼來做甚麼 合拼是為了大家執政 也不能夠執政 選舉只有30個月 一半是普選 一半一定不會 特首 除非特首真的可以有全民 現在又不是有千二國 所以這幾年 就先不玩 反而就是跟你說 香港現在是一個這樣的體制 才弄到現在 混亂 但其實你說日本 其實人家真的有想過 其實應該要怎樣處理 執政的問題 我們見到以前 日本有很多派系 剛剛教授都說 其實是跟制度有關 其實就是因為見到 你有很多派系 你變成 你越來越多派系 你怎樣合作 你合作都一個 你第二個又說 不行不行 你會這樣吵架 最後其實他現在才來 慢慢想清楚 就是要改選舉制度 其實說有機會 來到政權輪體 其實都是在說近十年的事 就是慢慢 其實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他改了制度 就是有一半的區 就是一些單議席單票制 有一半區 就像我們現在的比例代表制 那些單議席單票制 那些區其實可以促進多些 其實就是大氣候影響到 那些在野黨、執政黨 究竟可以怎樣立起大多數的議席 那才可以有利到 你有一個大一點的政團 來執政 你說這個又說歷史 尤文 當年應該是三四年前 為甚麼會輪替到的呢 其實一直都是他的 為甚麼會被民主黨 當時我記得是否有些 醜聞 然後有些是轉了轉太過去 你可以想像我們經常都說一句 就是權力本身是容易使人腐化的 對不對 雖然日本也不可以說有絕對權力 但始終是民主有選舉 但他始終一個黨坐得太久 一班人的輪替來去都是那班人 那些派系之間有一個穩定性 五分鐘的權術遊戲 就玩得太久 那你慢慢就有很多東西揭出來 那你揭出來的那些 剛才我不知為何 我不知為何你會說要蓋住 不是 就是你剛才說要蓋住 他哪要蓋住 這個世界是沒有秘密的 是不是 現在有維基解就更好 就算當時 資訊又發達了 信息又發達了 國民教育又向上了 那些闖文揭露出來的時候 自然別人會對於這個執政黨 或者這班自民黨的人 你真的太腐敗了 雖然大家都覺得 你這班人有能力 有經驗 有網絡 有西方世界的支持 但都不可以讓你玩那麼久 所以慢慢自民黨就有點鬆動 所以有班人分裂出來 又搞不同的新的組織 包括民主黨 就是這樣 有些人走過去 那這樣的政黨的自然生態的演變 就是生老病死 我覺得是好的 雖然在日本來說很緩慢 我經常讀日本政治 又是自民黨 又是這個組合 很悶 當時說沒有人可以替代他 社會黨、公民黨 不能替代他太厲害 做不到一個有力的反對派 或者執政能力見不到 但透過一些一連串的醜聞 出事 大家對自民黨的信心下跌 有些人覺得我可以令起勞躁 政黨重新整合之後 現在變成了比較均衡的狀態 但均衡了如何 現在看到民主黨也有很多醜聞 這不是日本問題 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都是 可能香港都是 當我們要求很多人積極參與政治 從政、參加選舉、推動改革的時候 越來越多國民就很抗拒 哪裏可以的 入到這個大染缸圈子裡 根本就不是帶來改變的 是進去打算拿東西 去分贓 有多日本人有理想的 分不到 一、兩、兩、兩 不要緊 很多日本的不論學界或年輕人 都有自己的一些理想的時候 就希望推動改變 就由下而上 講多一些民間社會 一些不同的運動 這個也是幾值得去研究 日本政眼 會不會是年輕化呢 有沒有這樣的趨勢呢 譬如我去台灣見到年房 出本書買來看看 近期又見到年房走來走去 可能會出任做什麼部長還是局長 年輕化是大勢所趨 你看卡梅倫四十多歲做首相 他信的妹妹也做泰國 但要記住一件事 不要介意說 年輕化只不過是一個說法 或者見到面孔改變了 但日本政治或英國政治 始終有很多人在後面 去推動一個意識不太上變 你不可以走到哪裏 所以表達方法的人 比較年輕一點 比較潮一點 比較貼近年輕人的一套看法 但很多事其實是看過理念 如果這個人的樣子是硬 但那些東西是老餅 那麼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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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辦法 現在卡梅倫這類就是這樣 連房這類就是這樣 是美女走出來的 但那些東西是鬼死那麼守舊 所以改變不了現實 不過反而我看到有另一種革新 就是越來越多 參政是多元的 我不知道是否算是世界所趨 除了年輕人之外 我覺得好像多女性參政 起碼我剛剛你說一下 是不是多年輕人呢 那我反而想 會不會是多了女性參政呢 第一 第二就是對於那個族裔 就是那個戒心就似乎 就是以前比以前是少了 就是想到連房本身的人都說 他是台灣人 是不是 現在都可以去到日本的權力核心 可以見到其實世界都是 多元的參政是那種的 我們香港的政黨 有時候就會去台灣 去什麼偷師 拜訪 拜訪 學習在選舉的時候 只要去學學人 有些什麼出產的 有些有趣的產品 就是選舉 其實到頭來不是去吃東西 去吃一些雞扒 在日本的選舉方式 有沒有值得我們香港的效法等等 我先講一些負面的東西 我要講一些負面的東西 負面的就是負面 我全年留意了日本的競選海報 就很久了 那些白底的多數 一個人的樣子 全部都是一色一樣的 大大隻字 黃德全 一個樣子 然後大大樣子 最多講一下大的口號 因為他的選舉規例 其實規範也很厲害 沒有創意 發揮不了日本人的創意 就是這樣 選黨最重要 人的都是配合黨 其實也要看社會氣氛 起碼不要說我很喜歡某個黨 起碼我很不喜歡某些人 也可以影響到投票的決定 所以這個是黨大於個人 所以你看到一些人 對日本國民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只要他的大方向的政策 是把持在現在的民觀體系裡面 是維持著穩定 很多日本國民都沒有辦法 個別的例子 經常都會發生 有些日本的政治人 就想學習 比如美國奧巴馬 講一下希望 講一下轉變 搞一下什麼 Facebook的運動 Campaign 網聚 但是似乎這些 產生出來的 化學的效應 或者廉止的作用 是相當之有限 日本主流的政治文化 其實主要是由傳媒主導 論述各方面 是由傳媒主導 他們看的是大黨本身的理念 或者手上本身的看法 去監控那個執政黨 是為主力 所以整個民意 都是跟著這個自拍去走 近來我看新聞 看到陳婉嫻到處躲 找個最穩陣的選區 不知道是誰 又好像到處報防 但是 換言之 比例代表制 是否可以鞏固到 一個政黨當中 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以免被人們追擊 起碼日本就是 比例代表制 我們講的理論 對政黨發展相對有利 這是很正面的學術去講的 但是政黨都是由人組成的 你有這個比例代表制 譬如說我這個黨 怎樣也好 起碼有百分之十 差差的也有百分之十 或者八 起碼有一兩個位 當然就是這一兩個位給誰 當然是給黨魁 或者黨的領導 黨魁應該衝軍陷阱 衝軍陷阱 衝軍陷阱 他也要出來選 他也要衝軍陷阱 他也要負擔很大的党 但也要負擔了他 他也要負擔很大的党 算吧 下選好魚 不行的 你作為一個大將 關公當然是手才走出去 關公躲起來 你先打 不過我想公道一點說 我們在香港 不順氣 即是香港那些 參政空間很低的算是 有什麼理由他排頭位 我排頭位 我不用選 我贏好過 為什麼要不要去 但是不是需要我們有時候 自己五夜夢回 自己想回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那種困獸鬥 即是兩位那些懶惰 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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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氣 好像生氣自己 大佬 麻煩你走 其實那個困獸鬥 是誰造成的 為什麼會造成的 即是在日本 或者西方政治 有比例代表 就是可以保障了黨魁 或者黨的領袖 可以連選連友 但其實他們面對風險 是很清楚的 你的黨輸了就是輸了 你要下台就很清楚 輸了你要接受那個現實 對吧 所以你不可以說他只是有賺 沒有蝕 他站在那個位置 他也要承擔很多風險 他在國際辯論裡面做得不好 他會被人搬到飛起 很清楚 但是香港的問題就是 郡獸鬥而已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 完全開放的政治秩序 即是公平的選舉 所以你變得很多人 就被迫在裡面 你們下台就上不到位 很不開心 他也不肯下來 全部都是被迫出來的 如果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 大家就會想 選舉 最後就由選舉 選民去決定 誰上誰下 就不在裡面排隊 那個人不肯走 你又不肯上 這個其實大家都是受苦的 我只想回頭 我們都是一些犯罪 所以我看你一說 就有點樂惜 我記得香港最後的港人叫什麼名字 彭定康 彭定康是不是輸過 彭定康在巴虎那裡 就輸了自己的選舉 輸了嘛 彭定康也輸了 他也要衝鋒陷阱 彭定康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 食誕餐 食誕餐 那輸了 就是議席輸了 於是又跑去歐盟 不知道做某 他先來香港 他先來香港 先來香港 證明全面普選單對單 我自己覺得有比例代表 就是被任著某幾個 泛民在2007年3月那個方案 一半就是單二席單票制 一半就是全港或分區的比例代表制 其實是拿回平衡 很多試驗不同的選舉制度 學術或者理論的結晶是什麼 其實兩種制度是不會排斥的 將它放在一起 只要是一人一票普及平等的選舉 結果可能對整個香港是最好的 當然香港一定會排斥的 香港建制放在95年一役 在單二席單票制度 輸到 輸清狂 其實那時候可能是否民主派 應該輸一輸 輸一輸 輸一輸 但你們這班人終於給了我 雖然是劉少佳的 連藥都勝強 下輸贏人 上輸對中輸 中輸對下輸 結果令到香港的單二席單票制 暫時告吹著用比例代表制 我們這一輯到此為止 不過跟大家說聲 因為區議會選舉在職 我們18樓CP所暫時停播 一段期間 區議會選舉陳哀樂定後 我們一定會復播 跟大家一起說說香港的時事 香港的政治 或者有機會說說國際的時事 這集對此為止 拜拜 拜拜